嘉青瓶子像有四家灵狐青楼 一只手也就数得过来 不过怎么看都透着骨水火不容的味道 不过已经到了高手 过招杀人无形的境界 不会像先前街上青楼那边 拟挂飞狐城第一小蛮腰的彩旗 我便悬双峰降服天下英雄汉的横幅 时不时就在抢生意的时候横眉瞪眼 甚至动其手脚 女子打架 无非就是闭上眼睛一阵胡乱抓闹 另外一波归功打授 则要有章法许多 偷偷来几下撩阴腿 黑虎掏心或者猴子摘逃 许多没钱逛窑子的青皮无赖 隔三差五就来那边蹲着看戏 算是取经来了 再者女子撒泼争斗 本来就穿着清凉 不小心抖搂了半边肥白胸脯 可不就是春光乍蟹 风景这边独好 让闲汉们大饱眼福 大呼痛快 一些坏心眼的汉子 会故意叫面生的同伙 假意为难进哪家青楼 给老宝们有意无意露些黄白之物 顺势煽风点火 只为了能兄弟们看上一场好戏 这种危险活很讲究口才和演技 否则万一露线 少不了挨上一顿暴打 别看姑娘们拳脚缠弱 可一脚踩在裤裆上 也是会要人命的 飞狐城的无赖拉帮结派 都没什么大气象 都只是散兵游泳 邻居那座白双城 城里人数才飞狐城一半 却人心团结 拉起了几杆大旗 几大帮派人物 到了飞狐城都是横着走 最喜欢没事 就来飞狐城调女人采男人 若非前些年被淡台公子 无意间撞到 给狠狠实惰的颜面尽失 这才气焰消去大半 要不然这两年 飞狐城的青皮 还要抬不起头 而城牧公子那一战 身后亲卫都袖手旁观 单枪匹马就将四十多号 轻壮大汉给蹂躏得不成人样 后来让人捆绑着丢到白双城外 让本城百姓无不拍手叫好 不能怪这位权贵世子 声望高口碑好 讨城内上 只六十岁下到六岁女子们的喜欢 实在是飞狐城 其他男子太拿不出手啊 青皮混子们 对待台大公子也都心服口服 毕竟他从不仗势欺人 要教训也是教训外地过江龙 再说了 大公子万一真以后 成了没有品质 却是皇帝进士的传灵郎 更是满城 皆有荣光 今年以来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女子 不管寺庙道观 都烧香拜佛请神了个遍 就是为了给大公子许愿祈福 让那些油水大涨的出世人 都笑得何不拢嘴 瓶子向青楼左右隔两家 没有女子出门迎客 都只有几位纯红齿白的 翩翩惨绿少年站在楼外 身段鲜柔 容貌已经不输女子了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 有断绣匹号的豪客 如果相中了 就可以花上一笔不贵的银子 带入楼内一起颠缓盗缝 这些美貌少年大多 心机深沉 察言观色 甚至不输劳保 尤其善于逢迎 暗中攀比谁睡过更多的楼内姑娘 这一项 也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身价高下 若是水与大叶一起入了楼内花魁的床尾 在以后与人开口要价就要水涨船高许多 毕竟有许多杂不起钱 却想要知道花魁们胸脯 大小如何屁股挺翘即许的嫖客 徐凤年被李六带到一家四角翘延各悬一枚硕大叶明珠的青楼前 在远处看到这幅大手笔 珍珠因为质地有优劣 价格也悬殊 可叶明珠无一例外都是三十斤起步 何况四颗叶明珠是如此耀眼 连徐凤年都吓了一跳 走进紫溪一桥 才发现是明珠外照流离 不过这家青楼的财力也足够雄厚 造势手法 也独具匠心 一名巨傲俊美少年对李六微微扬起下巴 算是知道了孙掌柜所开客栈 会记在账目上 月底送去一笔分红 至于具体数目 得看徐凤年在楼内开销 但有五两银子打底 对于辛辛苦苦一整年 挣银钱不过百八十两的客栈来说 并非可有可无的小钱 徐凤年给了块小碎银给李六 后者犹豫了一下 好不容易按捺下贪心 使劲摇头摆手 生怕被碎银勾去魂魄 回头被掌柜知晓了痛打一顿 赶紧转身跑开 徐凤年也不阻拦 再掏出几块较大碎银 一并丢给早已将自己 从头到脚打量通透的少年 这个银子可不是瞎给的 头回灯门 给多了 就要被当作肥羊往死里载 给太少了 人家当你不是柯聪 像徐凤年这种给四五两银子的出手 拿捏得恰到好处 若是熟人 知根知底 也就看钱囊和脾性随意着打赏 像李汉林这种习惯了 一至千金的头等权贵子弟 高兴了就往亲自出门的 老宝胸脯里塞个几百两 也没谁敢当他是冤大头 如果心情不好 不打你老宝的脸都得是心慈手软菩萨心肠 记得以往李汉林总嫌弃他老爹官太小 出门不够气派 只在丰州称王称霸 出了丰州就不太管用 可如今李公德终于当上了北梁道名义上第二大官衔的边陲权臣 这位已经跻身王朝第一线公子哥的家伙 却吃饱了撑着去做北梁氏族了 徐凤年从李六那里大致了解到了瓶子像 杭琴 牵着逃满舞的小手走入院落 停顿了一下 平淡道 今天我来你们广寒楼 要么听安阳小姐弹琴 要么看青奴姑娘跳帘上舞 要么看新上位的魏姓清官儿抛袖球 总之要见到其中一位 若是做不到 我就不在这花银子 相信瓶子像四家 总有能让我心甘情愿掏钱的 不介意多走几步 这话让原先有些心生怠慢的收银少年力极连起轻视 要知道一些冒充豪客的土鳖 看似穿着锦衣雕球 有交横户从在旁拥促 尚未进楼就大大咧咧说什么 今晚见不着头牌姑娘就砸场 或者口口声声老子 有的是钱 漂亮姑娘都包揽了 瓶子像还真不忌惮这种货色 尤其是在嘉青湖独树一帜的广寒楼 真敢砸场就棒打出去 少年小区看清身边佩刀公子哥不是没有缘由 李六所在客栈是什么规格 他一心知肚明 一般情况下带来的客人都不算大富大贵 但既然能说出这番话 那就是门青的老恋角色 只要是有些名声的青楼 那几位当红头牌大多被官家老爷或者高粮子弟宠幸 要么有亏待不起的熟人需要接待 这与花葵们架子大小 百谱多少 没有太大关系 万事总要讲一个先来后道 一个外人 一张生面孔就想要鱼翅燕窝 全往自己碗里拨弄 当自己是八周池杰令的儿子 还是北莽十二位大将军的孙子啊 这就叫做不懂事 不讲究 一般而言 青楼都不喜欢这种没轻没重的客人 若是在整个北莽都知晓的风波楼 对于这种浑人 向来是二话不说直接赶人 人家风波楼根本不在乎少赚金银 不过广寒楼倒还没这份底气 少年略做权衡考量 以不算太确定的语气 娇柔说道 与公子说实话吧 安阳小姐今晚兴许是抽不出空的 轻奴姑娘与魏小姐也说不准 小的还得帮公子去问一问 才敢给准性 还望公子体谅 这三位都是咱们广寒楼顶出彩的姐姐 便是小的在这里打杂 也未必能每天与其中一位姐姐见上一面呢 徐凤年大抵知道有戏 笑着点头道 广寒楼四颗叶明珠就能卖出一百三十四斤 自然生意不差的 能见到任何一位小姐就知足了 还是公子明白事理 少年民嘴微笑 有意无意朝配刀公子年糊过去 被轻轻躲开以后 有些遗憾 看来是位不知小床为情趣的公子哥 不过少年也不过于计较 至于为何雅士风度的佩刀公子 要带一个小姑娘造访青楼 见多了无法想象的怪事 少年也懒得深思 青楼里头 龌龊多 笑话也多 例如一些公子少年不喜好漂亮女子 偏偏钟情那些上了年数身子发福的婆娘 或者一些瞧着骇人的飙行大汉 偏偏喜好被姑娘们抽皮鞭笛蜡烛 更有富甲烧上打扮成男儿的家中 娇妻一起来稀耍一龙双凤 光怪陆离 人生百态 他一个小小年纪就贩卖皮囊的少年 怎能说得清楚想得明白 挣银子攒人脉都忙不过来 多想这些有的没的坐深 徐凤年低头朝桃满五望去 小姑娘瞧着极有大将风度 不愧是桃钱志的女儿 一脸风平浪静 只不过徐凤年知道 他手心满是汗水 于是对少年说道 从侧门入楼 关闭 少年知道有些人物逛荡青楼会矜持 本想解释广寒楼素雅幽静 便是正门走入 也见不到几张面孔 只不过见佩刀公子眼神坚定 也就不再在这种细枝末节上坚持 广寒除去高四层的主楼 还有两栋独院 都是楼内头牌花魁占据的两座小山头 徐凤年走上二楼 透窗望去 楼后一栋宅子院落灯火辉煌 诸多锦袍显贵与文金雅士席地而坐 琴声鸟鸟 一名身子肥鱼 却有一张冰锥子脸的女子悠悠抚琴 穿小袖长裙 一身锦绣华美的泥金刺绣 身边最近坐着一位 头树雕尾的粗忙武夫 盘膝而坐 脚灯乌皮星号星号靴 显而易见的豪横相貌 穿着与黎阳王朝世子名流相差无几的闻人闭目赏曲 唯独那蟒夫眼睛直勾勾望着弹琴花魁的白嫩胸脯 他每一次挑拈 带来一阵荡漾微颤 蟒夫眼神便愈发炙热几分 到了一间雅致茶室 少年学女子略低头而取身 行礼告辞道 小的这就去与嬷嬷通禀一声 公子稍后 等他离去 陶满五小心翼翼问道 是姐姐吗 徐凤年笑着点了点头 没多时 少年带了一位风韵油存的淡庄女人 走入茶室 拎了一潭泥风黄酒 笑道 孕子方才走得急 没有给公子倒茶 也是好心 想要让公子早些见着衬心的姑娘 公子千万莫见怪 奴家换作 喜意 这就给公子带了一坛子 咱们飞湖城的三条老黄酒 当作替孕子赔罪来了 孕子 给公子温起酒来 我这就去与魏小姐说上一声 如果的巧儿有闲暇 我再来请公子 少年才接过黄酒 门口传来急促脚步声 被喊作孕子的少年脸色慌张 自称喜意的女子要镇定许多 望向门口 一伙人气势汹汹赶到茶室 两名给青楼做打收的见状叫头 一名姿色要胜过孕子一筹的美少年 为首一名妇人踩着双旧西蜀宫中盛行的软底透空紧钩靴 长袖脱地 俊俏少年卑躬屈膝 提着裙脚一路小跑而来 看气势与装束 女子 喜意虽说在青楼 有些地位 却远比不得眼前这名铺装厚重的妇人 果不其然 练就火眼金睛的妇人 只是斜贴了一眼佩刀公子 就彻底没了顾忌 伸出一根石 只朝喜意指指点点 冷笑道 好你个喜意 懂不懂广寒楼 规矩了 竟敢撕揽客人 可曾与我这大嬷嬷打过招呼 安阳小姐院子没了席位 你就赶露过青小姐的院子 直接送入魏清关的绣球阁 喜意 谁给你的胆子 喜意忧心忡忡 强自笑言说道 翠姐姐 妹妹只是见青姑娘那边拥挤 就不想叨扰翠姐姐了 妇人脱长尾调 阴森森呕了一声 盯着喜意看了会儿 展颜笑道 不打紧不打紧 我与喜意妹子都这么些年交情了 知道妹子做事素来可靠 定是这个该死的孕子自作主张 来人 拖出去打二十棍 按规矩来 别少了一棍 可也别多了一棍 打死了 广寒楼可就少了百来两银子了 这个罪过我可吃不起 少年手一抖 掉落了一坛黄酒 就要砸在佩刀公子脚上 徐凤年探臂拖住 放在桌上 没有作声 很明显 是有步步声连美誉的 广寒楼第二号红牌 青奴姑娘 与新崛起的后起之秀 魏姓清官儿 两人起了间隙 双方背后与各自花魁荣辱与共的嬷嬷 就勾心斗角起来 看情形 不知为何得了滚绣球 美名的清官儿十分失事 以至于轻奴所在独院门庭弱势 他的绣球阁却门可罗雀 约莫是少年孕子 与清官儿和嬷嬷洗衣更亲近 就想着逮着个 外地客人就死马当活马医 试着看能否解燃眉之急 不曾想怕什么来什么 给带住了 洗衣固步的深厚动静 挤出笑脸说道 翠姐姐别上火 今天这是真与孕子没关系 都是洗衣被猪油蒙了心窍 擅自揽活 让翠姐姐抓了个现行 妹妹我认罚 姓翠的妇人摆明了打狗 不看你这个主人 激笑道 洗衣妹子 你呀 就是心善 可规矩便是规矩 何苦为了个不开窍的小贱物讨伐 姐姐也不忍心你这般做见自己啊 还看什么 将孕子拖出去打二十棍 脾裙的少年笑咪咪中腹道 拖出去打二十棍 洗衣转头求助的望向徐凤年 在广寒楼也算有些地位脸面的女子了 此时竟是孤苦伶仃 一服七楚神情 孕子扑通一声跪下 轻呼道 公子救我 徐凤年无动于衷 洗衣连起五分真诚 五分作息的凄凉情绪 转头对遗旨气使的 巨傲妇人冷冷说道 脆姐姐 这位公子是第一次来咱们广寒楼的贵客 你就如此不讲情面 不怕传出去别飞狐城看笑话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 还是不死心想要拖我下水 那妇人眼嘴娇笑 开心至极 见两名教头念着几分早年淡薄情分 没好意思越过洗衣 去拖拽那个口甜乖巧的孕子 他脸色阴沉下来 斩草除根 这是官家与君爷们的说法 可他确实一清二楚 对付一些敌人 不往死里逼得走投无路 可真就要春风吹又生了 当年自己不就是 差了眼走错一步 输给这个洗衣 差点就爬不起来了吗 如今风水轮流转 你洗衣日子过得凄惨 想要借着性慰的 小心号星号东山再起 没门 妇人一把推开洗衣 抓住孕子的头发就猛地一拉 不敢抗拒的少年扑倒在地 他便狠狠踩了一脚 淡淡笑意再起 仍是丝毫不显猙獰 颇有些大户人家 大幅教训测试奴婢的风韵 洗衣咬着嘴唇 一手捂着手臂 天凉好个春 新凉四个秋 妇人采购了 斜眼望向佩刀公子 笑道 这位客官 今日所见 可敢说出去 徐凤年哑然失笑 淘满五对上运子和洗衣两人 虽说有些紧张 但还算镇定 见到这名妇人以后 就下意识躲在了徐凤年身后 徐凤年掏出两百两银票 平静道 我来广寒楼 是指名道姓 要与魏姑娘混个熟脸 以后好常来光顾 其实还是存了 私心要与洗衣姐套个近乎 安阳轻奴什么的 本公子不感兴趣 真说起来 还是洗衣姐更有滋味一些 女子到了这个年龄 更会伺候人不是 至于你这位五十来岁的大娘 滚远些 回家抱孙子去 本公子晚饭吃得太饱 怕浪费粮食 洗衣一脸愕然 随即红了眼睛 这份面子给得天大了 比说千万句情话 千百两银子都来得暖心 未完待续